各位觀眾朋友 你好 又到我們星期五西城故事的時間 森大哥 我最近的心情都很坦靜不安 因為我很多長輩都在這段時間 陸陸續續離開了 最新的消息就是李彭飛先生離開了我們 其實我和他都有少少淵源 你知道我以前是搞政黨的 搞搞鎮 那時候我們住宅的服務區就大報 在1994、1995年的時候 那時候由啟聯轉為自由黨 李彭飛先生和我們會點 然後轉為民主黨 我們就是地區直選 那時候地區直選是很厲害的 他有展昭 呂良偉先生過來坐鎮 肥媽 他那隊有明星助選團 我們那隊純粹是街坊助選團 我們有民間肥媽 就是很難不堪一擊 輸啊 他贏啊 他贏你輸啊 你輸啊 我們差一點點 那我呢 現在才是5月 今天是5月19日 是 就是到了我們出街 就不止了 5月20多了 星期五出街了 我們 那就是計時間 在這個5月的上半 我已經有三位朋友 包括飛哥 走了 有一個叫做老德儀 老德儀先生 有很多人未聽過 但是如果你說在話劇 舞台設計那裏 那些老派的長者的人口之風 那我認識老德儀 老師傅很奇怪 七十年代 你至於我呢 搞搞震撼一樣 就很光顧 七十年代 即是四十年前了 走來走去 毫無寸進 家務呢 見到我呢 就自己本來很開心 都會發脾氣 因為他心裡覺得這個臭小子 沒什麼用 讀書不成 千辛萬苦 推了我去日本讀書 我讀完那個日本預備班 就回來了 但是娶了一個老婆 亦娶意 亦結婚 生為一個女兒 我媽已經很生氣 那 太太呢 又不是說我不好 就覺得我又是不掌盡 賺不到什麼錢 人家那個同學 在日本跟我一起讀書 林先生回來 開了個重版料理 在銅鑼灣 重版料理的時候 是他開的 是他開的 林仔 發達 另一個呢 龐楚淮先生 嗯 就去了旅行社 做guide 做得很好 只有這個臭小子 突然回來 吊吊 吊吊 沒有正職 就靠 投下稿 翻譯 吊 吊 入完全沒有保障 這個時候 有個叫 是許行先生 嗯 扮演了一本觀察家 那個辦公室呢 就在尖沙咀 那我呢 就去寫稿 做 投下稿 幫忙 那座上的編輯 有個叫林萬叔 去年又過身 就遇到一個人 他是搞美術的 就是盧德爾 就是盧德爾 就是盧師傅 那他日後來幫 晚上去那邊 就走去恆生銀河門口 就掛了一些畫 去街頭買畫 就是彌敦道那裡 是 那他後來 因為那些畫挺好的 那有些gallery 就找他畫 畫了 就送去美國 遊畫 去外國 就賣給人 你畫一幅就多少錢 那他畫 就找到些少錢的 那時候師傅說那些畫 以什麼為主 不是 你叫他畫什麼 畫什麼就畫什麼 他就夢了麗莎 蘋果就蘋果 飯糕就飯糕 你得利 他臨霧 原來這樣 於是就 改善了環境 大家上海人 喝咖啡 他很好客 之後 我離開了觀察家 去了Books for Asia 就沒有什麼見拒 就沒有見拒 直至去年 我那個弟弟 KK王 王錦江 和周星馳演戲的人 大陸高幹那個 回來 你看看我不是 飛哥 我不需要拆你 我們 你叫我大文 你不是嘲笑我 有時叫你大文老 你就是嘲笑我 我自己是真心 但是我跟你這樣說 我是真心 所以他們跟我 我和你一起訪問他們 你記得嗎 他已經不接受訪問 已經不接受訪問 我說他沒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 人相識 不用一定幾十年 幾年都可以做非常非常了解的好朋友 所以你認識幾十年未必了解 自己就是那一下 很難說 那你對飛哥有什麼看法呢 我最記得 那時候我們和他對陣 就是選舉 年輕人當然 一下子忍不住 就說他粗口 很老實說 他也說 他在公眾場合 他很少說粗口 對著我 對著我 你私人場合 你私談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是怎樣完結 之後他就走過來 喂 立旁 你的事情都有點變才 不過想想 除了說民主之外 都認識一下什麼叫建制 到最後 進不了建制 那些事情其實是搞不定的 那時候我三十多歲 又不是很明白他在說什麼 差點就一搖 又再擲人 但是年紀越來越大 我又明白一件事 我們在體制外鬥爭 是一定要的 但是這些事情其實都要內亦外合 有些人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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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李彭菲先生 當然他給我人生越歷心 看事是透 那這件事 我覺得他是影響我 重新再想一些事 另外我上次和你去探阿菲的時候 他又很好 就送一本書給我 我們書叢 看到書就永遠著迷 就是他師傅大長那本 那時候他送書給我那一刻 我突然有一個很有趣的感覺 飛哥欠了一件事 人生 他那個傳記 嬸大哥 你寫傳記寫得好 就算飛哥的傳記 不知道會否有機會 你幫忙 觸筆也好 都真的出去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有人寫這些 其實我才發覺 我要做的事很多 是的 但有時候 那些事有沒有空會呢 真的發覺時間不多 要做的事太多 只可以說盡力去做 做不做得完 真的不知道 因為飛哥 如果真的能有機會 有本傳記 他就俗了師傅的衣伴 接著後段時間發生了 那時候大Sir在這裡 我說大Sir的路徑 他說大Sir你這樣的身子 如果他好一點 我帶你去見大Sir 我也想你去見大Sir 知道嗎 聽大Sir跟你聊聊天 身體不行 大Sir 大Sir有風氣 有飛哥這個徒弟 但飛哥之後 香港又不知道怎樣了 不知道飛哥有沒有徒弟 起碼現在還未見到出來 大家都想不到 這樣也對 大Sir有李鵬飛 飛哥真的沒有 飛哥真的沒有 他說現在他老了 他怎麼做 所以有時候人聰明 都要講一下時機 講一下客觀的環境 聰明沒用 你聰明就代表你行 我們中國是那三個東西 天是地地的人和 今天特明哥 很久沒有聘請我吃東西 又很久沒有送酒給我 現在不用送了 我都不能喝 他對我很好 他以前是當警察 因為某個原因 他升不到上去 離開了警察 出來做生意更好 發達 老實說 他今天給我這個消息 令到我窄一層 所以一開始 就說了悶念這三位朋友 未必有些粉絲是喜歡聽的 但我覺得我們的粉絲 都是年紀不會太輕 都是重情義的人 對 如果不重情義的人 不會這麼重情義的人 他不會欣賞沈大哥 每個人都說 我們知道沈大哥的重情義 正直 所以 聊得完 粉絲 都是物以類趣 若不是有些少許感情 我悼念這三位朋友 分別對舞台劇的設計 對電影 對政壇 都是有貢獻的人 同一個最年輕的羅文 就是七十歲 得二就是七十八 年紀最大就是八十 但如果你說保養得好些 都非過不愛親自己 如果不是 就不至於這麼快走 所以走得傷身 現在那個老大哥魏康 最近進了醫院 住了四十七日 皮膚不可以 就出院了 回家休息了 拜你的功 貴吃 要吃零波種 好了 我們講到一會兒 好